有些人专门守在那里等着要指责你的你知道吗 包括我上课 我是个传播知识的人 其实很多人对我的方方面面有很多的挑剔 有个人跑过来就跟我讲了 老师你的衣服一点都不好看 你这么有名的一个老师 你这个服是配得上你吗 实际上认可指责背后一定有一份他要的东西 他要什么呢 大概第一 他要我看到他对衣着的品位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直接告诉他 我说看起来你对衣着会有很高的品位哦 他就有点开心了 他说嗯我对这个方面还是有点研究的 我说看起来你很关心我 想要老师的服饰更美对不对 谢谢你哦 看来你很爱我 想让我更美 他一下就开心了 是的老师别说你的衣服了 你的头发也不行 你的头发怎么搞得像个刘虎兰一样呢 这个话背后的期待就是 老师你可以更时尚一些 所以我直接问他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更时尚更新潮是吗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呢 我说这样吧 你会去编条短信给我 让我看看从头到脚 我到底要从哪里打造 各位我听到他的 可是我不需要听他的 可是当他把这么长一条建议给到我的时候 他心里已经把我当朋友 所以面对别人的指责 不要看那个指责的手 去看